这个女孩鼓起勇气想要告白 结果却搞错了告白对象 天哪谁能告诉她她该怎么做 我喜欢你女孩红着脸告白 这个男人却问你喜欢我什么 女孩继续表示自己喜欢她笑起来的样子 喜欢她温柔体贴 还有作为骑士的英勇帅气 为了告白特地喝酒壮胆的她 此时已经有些恍惚 就在她倒下的那一刻一只手有力地接住了她 然而此时女孩却发现眼前人的声音和发色怎么不对 救命 这个人根本不是骑士大人 而是战场上的死神科瑞斯沃拉德 但是她要告白的的人是帝国皇子文森特霍米歇尔 那个霍国殃民的大美男 此时一向冰冷的科瑞斯竟然在笑 难道她喜欢自己 她相信要是让眼前这位杀神知道自己的告白是假的 她立刻就能拔剑杀了他 洛奈表示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 并不像再来第二遍了 她是带着前世的记忆穿过来的 前世她为了因为作业身心俱疲 结果被飞池来的轿车撞上 而当她睁眼却发现自己穿越了 而且是浑穿到一个孤儿身上 在她快要饿死的时候 是当地祭司将她捡回神殿 于是一个无神论者开始了她的神殿生活 在神殿的童年简单快乐 她本以为可以在这里当个闲鱼安度一生 结果在她17岁那年 她才发现自己错的离谱 谁能想到她一个孤儿居然有神力啊 而且强到不可思议 就意味着她从此更安稳生活说白白了 每天不是跟着祭司接待贵族 就是给人疗伤 那些贵族都是分分钟能灭掉她的人 接待他们可太痛苦了 尤其是哪位帝国骑士团的团长 一想到她那副充满杀气的面孔 她就觉得自己小命难保啊 她前世因为过牢出车祸而穿越 这一世的她只想当个闲鱼 然而命运捉弄竟然赋予了她强大的神力 更为可气的是 祭司竟然想让她上战场 她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若奈真诚地告诉祭司 如果您尊重我的意愿就不要再逼我了 可是这次的报酬是三百金烟 祭司说 狄墨祭司竟然想用钱诱惑她 那她可是 太乐意了 女孩立马改口 我愿意为帝国贡献自己的绵国之力 狄墨祭司一脸迷惑 她不知道女孩的真理就是 有钱能使鬼推磨 只要有money 让她去当圣女都可以 要去战场的话 她倒是可以跟神殿的金主爸爸 也就是公爵大人搞好关系 看在熟人的份上遇到危险 她应该会来救她的吧 应该吧 与洛奈的紧张不同的是 她的好朋友温妮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是把去战场看作是一次实习机会 到时候拿着完美简历 去治愈者的天堂克罗利亚 文尼是为了资历 而她是为了钱 殊途同归 她在申请书上写下洛奈莎厄尔诺 这是她的权名 也是她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 科瑞斯 沃拉德 厄尔诺神殿的金主 年少时征战四方 被世人称为是沙冷血的战场死神 而她来神殿竟然只是为了睡 大 叫 也只有她会奢侈地用神力换取一夜安眠 不过对于洛奈来说 这些夜晚她都是提心吊胆的渡过 曾经有一次 她只是想为她把蜡烛续上 结果下一秒被她用力一拽 差点甩飞在墙上 她是真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察觉到 这也让洛奈对她十分恐惧 可是今天她必须开口 骑士大人 这次去打仗我作为治愈者参战 这个男人显然并不觉得这种算得上打仗 而对于随军的洛奈 她只有一句话 你到时候不要碍事 因为有帝国英雄和战场死神的加持 人们似乎已经料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 不过洛奈更担心的是 圣骑士团和帝国骑士团起冲突 虽然第一天就迟到 不过作为小神殿的祭司也没人在意 主角果然在哪里都是闪闪发光的 女孩只是往那个方向看了一眼 就被深深迷住 金发金童的美少年 还是这个帝国的皇子兼圣骑士团团长 谁看了不迷糊 虽然柯瑞斯也很帅 但是他身上散发的气息实在太下来了 就在这时金发美男跟他对视 皇子伸手跟他们打招呼 紧张得的洛奈一脸惊慌是错 这个人的眼睛都是这么耀眼的金色 画师得用融化的黄金 才能把他的眼睛描绘得传神 皇子说 久仰大名 他虽然神力强 但也不至于让皇子惊仰 他仰起职业假笑说 我也一直很崇拜团长女 皇子笑得灿烂 我很荣幸 看到这么好看的人笑 让人的心情都要美到起碎了 然而听到他关于战争的安排 女孩面对战争的恐惧又有伤心痛 洛奈杀祭司 我和我的骑士团 便以帝国皇子霍米歇尔 以及国教奥弗涅的名义骑士 用神的光辉 守护各位祭司 皇子微笑着 几句话就安抚了女孩原本紧张不安的心 原来真正能守护她的人不是克瑞斯 而是圣骑士团团长啊 本以为这次出征会是一次愉快旅行 但是几个小时候洛奈就后悔了 目的地在西部边境 这一路不是随军出征 而是极限挑战的 女孩每天除了原地待命 就是给返回的伤兵治疗 治愈者神力有限 不到万不得已不得使用神力 而然谁让他神力多呢 他的只有现在就是需要神力的时刻 重生一世他只想当个闲鱼 然而命运却赋予了他强大神力 还有皇子殿下 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明显地对他表示坎定啊 成为众矢之地他还怎么摸鱼啊 女孩本以为这会是普通的一天 然而前线玉玺 他们这些祭司的立马治愈伤员 面对受伤最重的伤员 大家下意识找着这里资历最高的肖尔祭司 然而皇子的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挣住了 洛奈莎请你帮他治疗 面对肖尔的不解 皇子只是解释到女孩的效率会更高 皇命难为 女孩纵使不解也只能乖乖疗伤 温妮告诉女孩 圣骑士团团长能感知祭司们的神力 虽然他治疗起来确实效率更高 但是数大招风 他也感受到来自国教祭司们的不善 更何况这次是他们的领袖 肖尔被他当场抢了风头了 这个祭司明目张胆地抢走女孩的面包 还道德绑架说既然他神力强恢复快 就该把食物给需要的人 这已经是第三次他被抢走食物 然而既然离下的他只能隐缘 温妮很快就发现落奈的不对劲 他这些天都没有吃过主食 萨姐温妮哪里受得了自家小白兔手欺负 问明情况后就杀到国教祭司们的餐桌前 温妮听着他们的狡辩冷笑着重复 让他的身边腾起杀气 强迫他人做出牺牲 这应该不是祭司的平行吧 难道你们奥夫妮不是这么教的吗 国教祭司尴尬地打就圆场 他大声地说你们的行为 语气说是让步步说是讲话 周围人开始议论纷纷 温妮露出可怕的微笑 国教总会做这样的事呢 他拿起萧尔的面包 还不忘嘲讽其他祭司别生病 大祭司萧尔可都病了 洛奈看着压去无声的国教祭司们 感慨以后还是不要跟温妮顶嘴了 因为那天皇子点名让他治疗 所以现在大家都相信 洛奈杀祭司的能力很强 结果就是在别的祭司都累倒的时候 他依旧要治疗大量伤员 虽然他的状态比别人好一些 但也已经濒临极限了 好羡慕柯瑞斯啊 至今为止毫发无伤 女孩离开营地想要放松一会儿 然而身后有个声音叫住他 红叶下的卡迪尔冲他开心地笑着 女孩询问他是不是又受伤了 男孩却指着伤口说自己已经好了 当初他的伤口那么深 能愈合到这个成故真的是太厉害了 女孩担心地问他们 是不是又要出去侦查了 不断涌现的伤员已经成为了他的梦目 然而卡迪尔只是没心没肺的笑 反正有洛奈沙祭司 他什么都不怕 毕竟如果他退缩 受伤的可是身后的这些祭司了呀 更何况还有圣骑师团团长在呢 圣剑与神的光辉一定会保佑他们 卡迪尔悄悄告诉洛奈 其实团长有跟他们提起过洛奈沙祭司哦 他说女孩是降临在人间的神使 洛奈瞬间脸红 原来团长是这么看待他的吗 除了第一天见面 他们再也没说话 要怎样才能和文森特近距离接触 也许唯有让他受伤吧 这个念头一出就吓了洛奈一条 他怎么能这么想 次日又有两名伤员回营地 皇子先是嘱咐萧尔给一名伤员治疗 洛奈沙感觉这个场景似曾相识 下一秒黄谷竟然说让洛奈沙跟他去仗了 女孩一脸惊诧 看着浑身鲜血的文森特 难道是他昨天那一丝丝血液一面了 这个神力Buff已经强到这个程度了吗 他为了可以近距离看看他 竟然在内心幻想他会受伤 然而当这一刻真的发生 他却再也淡定不了 毕竟谁看见文森特皇子的盛世美颜 能内心毫无波动啊 洛奈看到代写的衣物 立马跟皇子说对不起 他坦白自己对骑士大人 产生过一些不好的念头 文森特握住他的手 洛奈沙祭司 你先冷静一点 至于你说的对我有过不好的念头是指 温柔帅哥这谁顶得住 洛奈的脑子立马晕成江湖 脑子也开始不听使唤 眼前的这个人 好像有让人真心忏悔的能力 女孩红着脸告诉他 自己之前想过 要使骑士大人受伤了就好了 因为只有那样 他才有机会能见到他 然而这番羞涩的坦白 换来的是文森特的笑声 原来小白兔是以为他受伤了 他解释到屁风上的血 都是搀扶士兵的时候沾上的 这下洛奈的脸蛋彻底爆红 他刚刚都说了些什么呀 皇子说我请你来 是想救奥弗涅的祭司 欺负你的事情跟你道歉 如果他早些发现这些事情 可以避免的 洛奈说 骑士大人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我从未想要追究过谁的责任 更何况骑士大人 根本没有做错什么 黄金般的眼眸静静地看着他 随后绽放出一个明朗的微笑 用神力为他们治疗 需要治疗者信无旁骛 但凡有一点杂念之余效果 便会大打折扣 随后一个轻轻地 吻落在女孩的手背上 他向女孩许诺 下次他会尽可能让自己受伤 然后请洛奈杀祭司 为自己治疗的 只为了女孩 还可以近距离靠近他 好家伙 他今晚是别想睡了 夜晚睡不着的洛奈 打算在营地随便走走 结果竟然被人当成了剑颠 而发现他的人 好像是柯瑞斯 侵犯美男的杀伤力有多大 刚刚和文森特 独处过的女孩 现在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 是战争一出即发 随军的他越来越 对前路充满忧虑 睡不着的洛奈 打算去吹吹风散散心 为了不打扰守夜人 他悄悄地走着 这是身后却传来 令人灵魂震战的声音 深冬半夜你在这里做什么 不用回头看 他都知道这冰冷的声音 不会是第二个人发出来 只会是那个令人敬畏的骑士大人 柯瑞斯不留情地 旁问他在做什么 女孩这才反映过来 自己鬼鬼祟祟的行径 像极了劲 他又扬起职业假笑 解释自己只是睡不着随便走走 柯瑞斯反问他 平时爬山都气喘叙叙叙 这次怎么才整备三天就回锁 女孩一惊 他怎么知道 不过他一直是队伍里爬升最费劲的人 被知道也很正常 总不能是骑士大人特意关注他了 面对骑士大人的冷漠了 他不自觉地退入自己的心声 这是他第一次随军打仗 虽然在骑士大人看来 这都算不上是什么战争 但是看到不断有人受伤 他心里会非常乱 话声一落 树林里一片寂静 这气氛也太窒息了 女孩眼神乱点 不经意间看到了那把剑 他突然反应过来 眼前这个人可是战场上的死神 跟他说这些完全有可能 被当作帝国间谍被卡到 他立马为自己的话道歉 然而柯瑞斯冷漠地说 反正你本来就懦怒 又何必为这种事感到抱歉 月光下的柯瑞斯帅得不像话 话语也带上了一份宽容 比起看见有人受伤都无动于衷的人 你这种反而更好一些 骑士大人刚刚算是在夸他吗 这个女孩白天是勤劳乖巧 神力超凡的治愈祭司 晚上只是被战争的恐惧 营绕着的普通女孩 偷偷溜出来散心的她 却被骑士大人正好撞上 更糟糕的是 他怎么在骑士大人面前 总是说错话呀 月光下的树林中 洛奈轻轻感谢着 安慰自己的柯瑞斯 然而在告别时 他却不小心把柯瑞斯 称呼成了客人 因为在他看来眼前 这个男人就是神殿的大金主 察觉不对的他赶紧改口 尊称他为公爵 夜半寒风中 柯瑞斯的声音冷得出奇 我还没有继承爵位 你为什么叫我公爵 女孩被这突如其来的冷漠吓到 却听到他继续说 你是想让别人误会 我是为了公爵之位不惜师父吗 洛奈觉得他的逻辑 简直是山路十八弯 他干嘛把他想得那么阴暗啊 女孩只好软软地问 他自己应该怎么称呼他 柯瑞斯却反问 你为什么要叫我 也对哦 不会叫可以不叫啊 逃过疑难的洛奈 赶紧返回营地 真是气死他了 他以后就在心里 直呼他的大名 一宿没睡好的洛奈 第二天是被人叫起床的 还是温妮那种 温柔且圣人的声音 文森特作为皇子 亲自带人去做侦查 还开玩笑道 只有他早点回来 洛奈杀祭祀 才能早点爬完山休息 下一个山下 还有一座领主别墅 洛奈听到到时候 可以饱餐一顿 立马激动了起来 文森特竟然还邀请他 一起晚餐 帝国皇子邀请他晚餐 虽然女孩心动得不行 但是他还是拒绝了 这个flag可不能立案 文森特理解成女孩 让他不要放松请听 洛奈连连点头 今天帝国骑士团 走在队伍最后 就在洛奈艰难爬山的时候 身旁又响起了 柯瑞斯冷冷的声音 你可真是悠哉啊 治疗时 他是神力超强的祭司 爬山时 他是手脚并用的小废物 就在他艰难爬山的时候 身边还有个大冰块 在嘲讽他 洛奈的一脸 无辜让想继续说下去的 柯瑞斯成功闭嘴 不过他好像也发现了 因为他进程太慢 以至于后面的大部队 都开启了欣赏风景模式 在全军休息的时候 女孩特意找到骑士大人道歉 男人就差把亏 你还知道血在脸上了 为了不拖累部队进度 他主动要求走在最后 就在这时一只冷剑 射中了刚刚还在和他互动的同伴 柯瑞斯剑装 立马拔剑把洛奈护在身后 男人犀利的眼神让他害怕 难道他还在怀疑他是间谍吗 下一秒一只剑 冲着女孩的脸射了过来 就差一点他就没命了 星红的血液喷溅在空中 倒地的同伴再也起不来 这才是战争真正的样子 一只手捂住女孩的眼睛 是谁 身后的人在他耳边说 振作点 立刻转过身去 不要回头 一直往前跑 女孩狂奔着 嗓子里全是血腥味 刚刚发生的是在他脑子里回旋 温妮一把掺住快要倒地的洛奈 他安全了 他拒绝了温妮的治疗 后面还有好多伤员 他不能浪费宝贵的神力 这一切仿佛是一场梦 他虽然没死 却留下了心理阴影 抱着茶杯的他陷入沉思 那个男孩明明前几天还在鼓励他 和他开玩笑 而今天却死在了他的面前 感受到身前的人影 若奈抬头 是文森特一脸担忧地看着他 这个人是帝国的皇子 而他现在就单膝跪在他面前 还搭上他的手安慰着他 你一定吓坏了吧 这里没有敌军 也不会有人伤害你 女孩所有委屈好像要在这一刻爆发 这个男人是帝国最尊贵的皇子 此刻却单膝跪在他面前安慰着他 差点死掉的女孩面对这份威慕 情绪瀕临崩溃仍然强忍着 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 他着急地向文森特讲述刚刚发生的事情 文森特只是安慰他说 自己已经听说遭到伏击的事情了 此时草丛传来响动 难道是敌军来了 女孩惊恐地看向那里 原来是柯瑞斯和他的部下 他第一次觉得男人冷漠的侧脸是那么安心 女孩朝着他深深鞠躬 感谢他救了自己 柯瑞斯先是向文森特汇报战狂 一人死亡 12人负伤 然后看着女孩说 你怎么还没疗伤 洛奈想把神力留着治疗士兵们 却遭到了柯瑞斯的反复 难道祭司就不算受伤了吗 他对文森特说 更正一下 一人死亡 13人负伤 听到这话温妮像是得到了命名 立马拉着洛奈去治疗 一场伏击让自己的好友丧了声 洛奈陷入无止境的悲伤 站在坟前 他意外地没有想起那天他倒下的画面 而是只有他的笑脸 所以当大家发现酒叫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营造欢乐的气氛 他怎么也容不进这场狂欢 酒喝不下去 心情也郁闷透顶 作为多年的好友 温妮一眼就看出了他的不对劲 温妮盯着他那喝了半天 还是一小杯的酒 不禁用手去探他的体温 女孩知道温妮放心不下自己 说到我可是温妮 厄尔诺基斯亲自治疗过的 怎么会生病呢 他拒绝了温妮的陪同 打算自己一个人出去散散过 月色朦胧 就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 身后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已经对他温柔的嗓音 无比熟悉了 温妮特问他 你是在赏月吗 他这次注意到这里的月色 的确很美 心情好像舒畅了不少 如果换个时间 能和骑士团团长大人 一起散步 女孩一定会激动的不行 但是现在他却没有那个心情 因为他刚刚经历了 好朋友的死亡 温妮特提出要和他一起散散步 然而走了二十多分钟 两人什么话都没说 气氛有些尴尬 温妮特开口打破了安静 询问女孩是食物不合口味吗 女孩心想 果然他是想知道 自己为什么独自出来 见女孩否认 男人继续问 那是因为骑士们太吵了 还是天气太冷了 看着他努力思考的样子 女孩觉得有些好笑 他坦白 自己想回神殿了 曾经的他不想来战场 确实是因为畏惧 可是这些天 他经历了太多胜利死别 尤其是这次伏击中 他违背了祭司的使命 见死不救 这已经成了心情 这样的他可能无法再使用神力 在骑士们的心目中 他是神力强大的治愈祭司 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 因为那次伏击中 他没能救回自己的朋友 愧疚的情绪 已经让他的神力受到了影响 他不想当逃兵 但是这窒息的情绪 压得他喘不过来起 文森特说 不会努力的 在月色下他向女孩保证 自己一定会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保护女孩不再遇到这样的事情 明明只是简单的承诺 却被他说的 好像是婚礼宣誓词一样正常 果然这个家伙的话 会让人心情莫名变好 毕竟是那么优秀的人 说要为自己努力啊 谁会不开心呢 文森特向他伸手 那我们回去吧 和大家一起喝酒放松一下 可是他还有花药汪 骑士大人 你希望我心情变好 只是因为怕影响我的神力吗 在骑士们的心目中 他是神力强大的治愈祭司 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 因为那次伏击中 他没能救回自己的朋友 愧疚的情绪 已经让他的神力受到了影响 而每当他心情不好 出来走走的时候 总是能碰到皇子殿下 总是能得到他恰如气愤的开解 只是这份在意 到底是因为他这个人 还是因为他的神力呢 若奈问出自己的问题 对面的男人玄机沉默了 看着他的笑容 女孩第一次觉得 那笑容虚伪又做作 男人问道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他当然会这么想 因为那是他亲口告诉他 他悲伤的情绪会影响神力 想来尊贵的皇子大人 陪他散步赏约 应该都是为了安抚他的情绪 确保明天神力 依旧可以稳定发挥吧 文森特说 如果我说是 若奈杀祭司会感到失望吗 女孩眼神纯净 告诉他 像他这样的帝国英雄在意自己 当然是因为他的神力 他不觉得他做的有什么不对 骑士大人能为微不足道的我担心 我其实很高兴 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虽然他骗了自己 但是有这么赏心悦目的 男人陪他聊天赏乐 怎么想他都是赚俩 女孩想起康德的一句话 因为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 康德应该不会在意他 剽窃一下他的名言的吧 而且就算他对于骑士大人来说 只是手段 他也很知足了 男人听到这话 不禁陷入了思考 在线化身思考者 怎么有人想问题时都这么帅 女孩看着陷入思考的男人 犯着花痴 情不自禁地夸他好看 你以后叫我文森吧 男人说 因为我也愿意成为 洛奈沙祭司欣赏的手段 人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 他曾经一直以为 高贵的圣旗士团团长接近他 开导他都是为了稳固他的神明 可是昨晚他竟然亲耳听到 圣旗士团团长告诉他 他也愿意做女孩的欣赏的手段 想到这里女孩觉得 好像是一场梦 或者是自己喝酒喝出幻觉 可是温妮却告诉他 昨晚的确是文森特送他回来的 而且两个人还有说有笑 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尽管昨晚是一场狂欢 部队依旧是要前进的 女孩看向队伍前方的时候 却撞上了那对刘金斑的眼睛 男人对他点头一笑 女孩大脑当场当机 碰上前面的温妮 面对温妮的询问 他只能装出一副花痴的样子 因为他不能让温妮再担心自己了 温妮看着女孩怀疑他爬山爬傻了 又不好意思当场戳穿他 就在这时有人叫洛奈莎的名字 他还以为是有伤员 结果一抬头却看到 克罗兹的副团长塔拉克 如此高大的男人性格 却出乎意料地开了 而且还喜欢小白兔 他悄悄告诉洛奈 自从上次出现袭击后 团长大人就让他们 跟在后面保护祭司呢 所以如果他再走得那么慢 心情不好的柯瑞斯 很可能打掉他 就在他们在说坏话的时候 一身杀气的柯瑞斯 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柯瑞斯眼下乌黑一片 身上还散发着死亡气息 男人不会就一直没睡过觉吧 这样下去可是会死人呢 不过现在不是担心 柯瑞斯的时候 作难卖着自己的 已经酸痛到不行的痛 身后还有个散发着黑气的团长 到底谁能来救救他呀 少女是先天神力报表的祭司 然而在爬山这件事情 确实失足的小废物 尤其是现在团长 让骑士团跟在队伍后面保护他们 他拖队伍后腿的表现 就愈加明显了 只是被那个死神一样的人盯着 他就算爬也不敢掉队啊 就在洛奈心里埋怨他们的事 身边的副团长 忽然提醒他要小心 女孩的身前突然出现一个黑影 女孩定睛一看那竟然 是一只白白胖胖的兔子 怎么回事 他刚刚明明看见人影一下 好像队伍里 只有他听到风吹草动都怕得不行 其他人都深信 有克罗兹的团长 在什么敌人会全军覆没 就像他上次保护他一样 好像在那之后 只要他在身边 他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 作为报答 他就大发自卑地去帮他入门吧 没准他睡好了 就不会一直调他的字 女孩披着斗篷冒雨 来到科瑞斯的帐篷前 那个男人果然还没睡 女孩扬起职业假笑 说自己是来帮他治疗失眠的 男人只是冷漠地说了句不需要 原来是他今晚要守夜 当女孩提出要帮他守夜的建议时 男人一脸看不起他的样子 难道他就一点都不值得信任吗 女孩向他解释反共自己也睡得着 不如来帮他守夜 男人不说话 好像是默许了女孩的行动 他靠在座椅上 表示自己睡一个小时就行 诺奈自信满满地说 保准让他这一个小时 睡出两个小时的效果 帐篷外雨声一旦喧嚣 而座椅上的男人已经进入了梦乡 女孩看着科瑞斯安静地睡眼 这个男人也就在睡觉的时候 才会这么温暖的平衡 一个小时已经到了 但是他好久没休息了 多让他休息一会 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吧